而且,当初穷奇道劫杀后,金家放出话来,只要温情和鬼将军温宁,去不业天自首,就放过怡陵老祖魏无羡。 可事实却是,温宁温情,被错骨杨辉,乱葬岗围剿也一样发生了。 所以,魏无羡是打心里看不起金家那种伪君子,不过,他早些年听说金光扇已经死了,所以天大的恩怨也已经结束了,倒是这小辈,他倒是越看越觉得眼熟,好像,那个人。 但魏无羡并没有多想,他觉得这天下这么大,有一两个人长得很像是正常的,所以就没往那个方面想。 不过,看到金家小辈那么像那个人的份上,他觉得还是应该教育一下,毕竟在这座山上,撒上四百多张富先王,这无异于驱赶别人,容易结仇。 若是日后,像当初江家那样遇到劫难,以这种性格,别说求助了,别人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魏无羡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那个人要嫁尽金家? 那个人,是他魏无羡的亲人,是他生前在人间的最后一缕眷恋。 他为魏无羡做的脸藕排骨汤,可以抚平魏无羡心中的烦躁,他的死,成了他自杀的导火索。 那个人是那样温柔,却偏偏不得善重。 想到这儿,魏无羡从树荫里走出,站在了那名少年的面前。 少年与他对视,从他的眼眸中,少年感觉他看着自己的脸,看到了另一个人。 你是谁? 少年问道,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样容易招惹仇家。 魏无羡答道,怎么可能?现在谁敢与我家为敌? 少年反问道,那你知道当年的摄日之争吗? 魏无羡反问,当然知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少年不懂,怎么没关系? 当年摄日之争,无非就是齐山温氏,嚣张跋扈的后果。 魏无羡道,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少年道,你难道就不觉得,你这样的做法,跟当年温家如出一辙吗? 魏无羡反问,真是有娘生没娘养少年被他说得恼羞成怒,当即大吼一声,提着剑向魏无羡辞去。 看清剑的那一瞬间,魏无羡感觉那剑很眼熟,但并没有在意。 那少年动作已是快得很,可魏无羡脚底扮人背后拍扶这种事干得多了,手脚更快。 那少年只觉得背心一麻,背后一沉,整个人不由自主趴倒了地上。 地上少年怒道,你敢跟我甩阴招? 你给我当心? 今天你知道谁来了吗? 今天我,魏无羡毫无诚意地捧心道,啊,我好怕啊。 这少年手撑地面,试了几回也爬不起来,脸胀得通红,咬牙道,再不撤我告诉我舅舅,你等着死吧。 魏无羡奇怪道,为什么是舅舅不是爹? 你舅舅哪位? 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声音,三分冷峻,七分森寒,他舅舅是我,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一听到这个声音,魏无羡周身血液似乎都冲上了脑袋,旋即又退得干干净净。 好在他的脸上有一层薄雾,再白一点也看不出来。 一名紫衣青年信步而来,剑袖青袍,手压在配件的剑柄上,腰间悬着一枚银铃,走路时却听不到铃响。 这个紫衣服的人,他绝不会认错,那么眼前这个少年,就是那个人的孩子。 这青年细眉姓慕,相貌是一种锐利的俊眉,目光尘赤,隐隐带一股攻击之意,看人犹如两道冷电。 走在未无限时不知外,驻足境里,神色如弦上利剑,叙事待发,连体态都透着一股傲慢自负。 他皱眉道,金灵,你怎么耗了这么久,还要我过来请你回去吗?弄成这副难看样子,还不滚起来。 最初脑内的那阵麻木过去后,魏无限迅速回魂,在袖中勾勾手指,撤回那片指人。 金灵感到背上一松,立刻一咕噜,抓回自己的剑,爬起,闪到江城身边,只为无限骂道,我要打断你的腿。 他和金灵站在一起,依稀能看出眉目有两三分神似,倒像是一对兄弟。 江城动了动手指,那张纸片人,书弟从未无限纸中托出,飞入他手中。 他看了一眼,目光中腾起一阵力气,指尖用力,指片窜起火焰,在阴灵的尖叫声中烧成灰烬。 江城森然道,打断他的腿。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遇见这种邪魔歪道,直接杀了喂你的狗。 魏无限什么都顾不上了,飞身退后。 他本以为时隔多年,江城就算对他有再大的恨意,也该风流云散了。 但是他太天真了,哪有这么便宜? 非但不消散,反而像成年老酿一样,越酒越浓。 如今竟已经迁怒到所有效仿他修炼的人身上。 有人在后护持,金灵这次出见郁佳凶狠,魏无限两指探入锁琳囊,正带动作。 一道蓝色的剑光闪电般略处,与金灵配剑相机,直接将这上品仙剑的金光打得瞬间溃散。 魏无限原本算好了时机,却不想被这道蓝色剑芒扰了步伐,一个亮枪,扑了地。 正正扑到一双雪白的靴子之前,恰恰那蓝色剑芒被收了回去,头顶传来睁然一声入鞘之响。 同时,江城的声音远远传来,我倒是谁?原来是蓝二公子。 这双白靴绕过了魏无限,不紧不慢,往前走了三步。 魏无限抬头起身,来人满身如霜的月光,身背一把古琴。 琴身比寻常古琴要窄,通体乌黑,暮色柔和。 与之擦肩而过时,魏无限和他有意无意对视了一刹那。 这男子竖着一条云纹抹额,肤色白皙,如灼如磨,俊极雅极。 眼睛的颜色非常浅淡,仿若流离,让他目光显得过于冷漠。 神色依旧是一派肃然。 近乎刻板,即便是也看见了魏无限这张雾气朦胧,模糊不清的脸孔,也无波无蓝。 从头到脚,一尘不染,一丝不苟,找不到一丝不妥贴的诗仪之处。 饶是如此,魏无限心里还是蹦出了四个大字, 披玛带孝,真是披玛带孝,真真是披玛带孝。 任修真戒,把蓝家孝福吹得有多天花乱坠,凭其为各家公认最美观的孝福。 把蓝忘记,捧成多举世无双百年难得一遇的美男子, 也扛不住他那一脸活像死了老婆的苦大仇身。 流年不利,冤家路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一来就来两个。 魏无限在心里,又一次问候了谢怜的祖宗十八代, 并且,再一次认定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早知道就不帮剑蓝来抓错错回去了, 他自己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 蓝忘记与江城对视而立, 两人的周身气质完全不同。 江城已算是极为出挑的俊美, 可和他面对面站着, 竟也逊色了几分,浮躁了几分。 扬着一边眉毛道, 韩光君还真不愧那逢乱必出的美名啊, 怎么今天还有空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 江城此时用这种口吻说出来, 实在不怎么客气, 蓝忘记身后跟上来一群他家的小辈, 听了都觉怪不舒服, 蓝景怡心直口快, 道,江宗主不也在这里? 江城冷冷地道, 则,长辈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 姑苏蓝是自诩先门上礼之家, 原来就是这样教导族中子弟的。 蓝忘记似乎不想与他交谈, 看了蓝思追一眼, 后者会议, 那就让小辈与小辈对话, 出列。 对金灵道, 金公子, 叶烈向来是各家公平竞争, 可是金公子在大范山上四处撒网, 使得其他家族的修饰举步艰难, 唯恐落入陷阱, 岂非已经违背了叶烈的规则。 金灵冷冷的神情, 和他舅舅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他们自己蠢, 踩中陷阱, 我能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事都等我抓到猎物再说。 蓝忘记皱了皱眉, 金灵还要说话, 忽然发现自己无法开口, 喉咙也发不出声音了, 灯时大惊失色。 江城一看, 金灵上下两片嘴唇 竟粘住了一般无法分开, 脸现薄怒之色, 先前那勉勉强强的礼仪也不要了, 姓蓝的。 你什么意思? 金灵还轮不到你来管教, 给我解开。 蓝丝追道, 江宗主不必动怒, 只要他不强行破竹, 一炷香便自动解开了。 江城还未开口, 临终奔来一名身着江氏服色的紫衣人, 喊道, 宗主! 再见, 蓝忘记站在这里, 脸现犹疑。 江城讥讽道, 说吧, 又有什么坏消息要报给我了。 这名客卿小声道, 不久之前, 一道蓝色飞剑, 把您安排的父先网破坏掉了。 江城横了蓝忘记一眼, 心中的不快直接流露到脸上, 道, 破了几个。 这名客卿小心翼翼地道, 全部四百多张。 江城狠狠着恼了一番, 他眯了眯眼, 左手有意无意, 在右手食指那枚指环上细细妈撒。 江城做出拳衡, 转头见金灵仍愤愤无嘴道, 寒光君要罚你, 你就受他这一回管教吧。 能管到别家小辈的头上, 也是不容易。 江城话中带刺, 又是一转, 还站着干什么, 等着猎物自己撞过来, 插你剑上。 今天你要是拿不下这大饭山里的东西, 今后都不必来找我了。 蓝丝追道, 江宗主, 所毁复先王, 姑苏蓝氏, 自毁如树凤还。 江城冷笑道, 不必。 待他们身影消失, 蓝景一道, 这江宗主怎么这样? 说完才想起蓝家家教, 背后不可与人是非, 下得看了韩光君一眼, 闭嘴缩回。 蓝丝追对卫无羡浅浅浅一笑, 道, 卫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蓝望姬却开口了, 指令简洁明了, 此早毫不华丽, 去做事。 片刻之后, 蓝望姬又道, 尽力而为, 不可逞强。 卫无羡则心道, 江城和蓝湛, 果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连对晚辈的一句叮嘱, 都截然相反。 正想着, 呼见蓝望姬, 向他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忍不住微微一愣。 不管大范山里是什么猎物, 他都不能要了。 魏无羡和谁抢, 也不会和金灵抢。 竟然是金灵。 蓝灵金氏族中那么多子弟, 他实在是没想到, 遇到的恰恰是金灵。 若他知道, 又怎会激朝金灵有娘生没娘养。 如果是别人对金灵说这句话, 他会教这人领会到 什么叫祸从口出。 可是这么说的, 竟然是他自己。 竟离片刻, 魏无羡羊手给了自己一耳光。